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,长荣航空企业公发给董事长一封公开信,信中表示近年台湾旅客出入近人次上升,长荣航空也增加航线航点,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,在策略维持高档,营运成绩表现亮眼,今年度前三季公司的近利就高达53.6亿元,大幅高于去年整年度34亿元获利。 预请公司年终奖金应比去年发放4个月年终奖金有我,今年年终奖金应有6个月的空间。 长荣企业工会表示,公司之所以能新增航线,航点维持高债客率是来自各部门,包含机师、空服员与地勤人员的辛劳付出。 长荣航空因为体恤员工整年辛劳,增加员工士气及向心力,促进利润合理分配,今年年终奖金应有6个月的空间。 另外,公会认为长荣航空前景看好获利能力成长因稳定提升员工待遇,建议应给予各部门员工各职机底薪调薪三千元,同时打开心思上线,让行进员工和资深员工全体都能受惠,让员工努力工作能有所回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心思考